在澳大利亚每年都有3万人失踪 其中90%的人在一个月以内被找到 另外一些人就永远的消失了 今天我们讲讲一部由真实事件改变的B级恐怖片《狼西》 一个在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神秘残暴案件 而这个案件的凶手至今没有被警方起诉 到底什么原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案件重演 偶尔过度解读专心讲好故事 嗨 我是Evy 你们都好吗 故事开始于一场愉快的公路旅行 澳大利亚本地帅哥本 带着两个漂亮的英国妹子 利兹和克里斯前往著名的《狼西国家公园》 HAPPY 本拿出了全部家当1500元 搞定了辆老旧的福特休旅车 还是花油漆版本的 最后还特意全面检查了车子性能 以保旅途愉快 出发前他们去酒吧狂欢了一把 看着同喝一瓶酒 两男一女随时灯泡可想而知了 第二天克里斯醒来时 发现昨天自己居然和本睡在了一起 哎呦 克里斯慌忙溜了出来 而利兹这儿和几个人在沙滩上睡了一晚 宿醉醒来洗个冷水澡再好不过了 这美丽的大海不就是天然的浴场吗 嗯 利兹拽掉上衣 什么绿帽子都不重要了 天体浴我来啦 转眼三人出发了 一路载歌载舞 打琴骂巧 沿途的美景 鸵尿和白鹿美不胜收 接着他们来到了 朗西公园前的最后一个加油站 在这的便利店和几个一看就不好惹的大汉 发生了点矛盾 大汉让本把妹子借给他们玩一下 哼 开玩笑 我自己都没玩呢 正当我以为要开始一场应战时 本带着两个姑娘溜了 呃 好艳的 目的地终于到了 朗西大陨石坑 地球上最大的陨石坑之一 当三人爬到山顶 哇 我真的赞 休息了会 莉姿独自一人走开了 留下了克里斯和本 嘎聊了会 本便去找了莉姿 确认过眼神 你是对的人 莉姿和本就在陨石坑上 磨了起来 磨完了 还简直不好意思了 可能清太久了 天空都阴沉了 眼看大雨将至 三人决定撤了 奇怪的是 大伙的手表忽然都同时坏了 车子也打不着火 看上去今晚只能在车里过夜了 夜深了 三个人在车里冻得瑟瑟发抖 这时外面一道亮光射来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辆皮卡车 司机迈克是当地人 看上去既热情又风趣 他帮着检查了一下 说可以把他们的车 拖回他那里修理 克里斯的心里犯起了疑惑 到时候不会被他狠狠地宰一把把 随机迈克的回答 令他们开心坏了 完全免费哦 回迈克营地的路途很长 大伙也觉得越来越不安 车子最后都没有按照路牌走 过了很久 他们在一个好像荒废的矿场里停了下来 在温暖的篝火旁 迈克给大伙拿来了山点的雨水 嘎聊了会儿 大伙居然都睡着了 等丽兹醒了过来 意料之中 自己的手脚都被困了起来 关在了一个仓库里 然后他哭了整整一天 才发现旁边有一块铁皮 这才结了困 出去一看 空无一人 连车子都被解体了 刚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远处传来克里斯的尖叫声 顺着声响 利兹摸到了一个房间外面 透过窗户缝隙往里面一看 克里斯被绑在了一根柱子上 迈克正在这样那样的搞他 这次利兹虽然害怕 但是变聪明了 硬拼肯定不行 他摸到了车边 找到了煤油 火柴和一瓶煤气 点燃后一声巨响 果然迈克被吸引了过来 趁着他在灭火的空气 利兹趁机头溜了进去 但是时间都用在说话上了 等迈克回来 克里斯还被绑在那儿 正当迈克想继续做刚才被打断的龌龊的事情时 背后一击 咔哒声传来 迈克一转头 利兹正举着步枪对着自己 蹦 子弹插中迈克的脖子 迈克直接倒地 可是枪里只有一发子弹 最后只能打几下泄个粪了 逃出去的两个妹子 爬进了迈克的皮卡车里 想赶紧离开 但是没钥匙 无奈之下 利兹只能再次折了回去 哆嗦着在迈克的身上摸到了钥匙 车子终于启动了 真开心者 忽然一声巨响 迈克端着双管猎枪出现在门口 他竟然那么快就醒了过来 利兹吓得直接一脚油门逃了出去 但是迈克也开车紧随其后 利兹慌不择路地一阵乱开 差点开下悬崖 还好及时刹了车 两妹子小心翼翼的下车 把唯一的交通工具一起推下了悬崖 造成了他们已经摔死的假象 接着紧贴在悬崖壁 屏住呼吸 还真的造成了视觉死角 赶来的迈克并没有发现他们 利兹想借迈克检查车子的空隙 偷偷开走他的车 但是迈克又拔掉钥匙的好习惯啊 请 这个怎么办 利兹想了一下 还不如豁出去 回营地再抢一辆 两人一路搀扶着往回走 到营地外面 利兹把受伤的克里斯藏了起来 自己单身闯了进去 他先是摸进了那间屋子 墙上贴着各种失踪人口的报道 桌子上还有把左轮手枪 赶紧填满子弹 这下更有底气了 他一尖尖地查看 想先救出生死不明的本 在一个矿洞口 他打着手电筒往里望去 却不料手枪意外地凋下去了 完了 为了捡手枪 利兹只能摸着扶梯 慢慢往下爬去 忽然脚下一划摔了下去 还好下面不深 当利兹拿起电筒往周边照去时 我去堆满了腐烂的残肢和蛆虫 利兹根本控制不住了 吓得边叫边跑了出去 枪也不要了 跑到了一间大屋子里 里面停满了各式款式的汽车 所有的物品分门别类地摆放着 墙上贴了不少游客的照片 还有一堆DV 利兹这个时候居然有空看了起来 画面里的一家三口和他们的遭遇如出一辙 接着看到了本的DV 还发现了迈克的车就停在加油站旁 也就是说 从加油站开始 他们就被盯上了 接着利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有钥匙的车 但是车子里面赫然就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哇塞 这事的迈克真的宅恐怖 只听得扑呲一声 利兹低头一看肚子已经穿了 接着 哎呦 太残暴了 为了世界和平 我拿艾伦的狗挡一下 本来以为女主小强不死 结果那是一个惨啊 另一边 克里斯等了一晚上都没有看见利兹 肯定是出事了 塑料姐妹花儿 她果断摸着黑往大陆跑去 跑了很久很久 天终于亮了 她也跑到了大陆上 远远的看到一辆汽车急驰而来 克里斯狂捂着双手 鱼路跑去 车子停了下来 车主是一个戴着黄帽子的白虎子大爷 非常友善 大爷见状 连忙下车扶克里斯进了后座 转身就去开后备箱拿毯子 却不料两颗子弹飞来 一颗打穿了杯子 一颗直中他的脑门 哎 心疼大爷 克里斯现在进入了崩溃状态 开上大爷的车就跑 果然后面的一辆机油车呼啸着跟了上来 这种旅游车怎么可能跑得过六缸的跑车 分分钟就被追上了 此时的克里斯又进入了癫狂状态 一把方向盘逼了过去 把迈克挤下了马路牙子 居然成功了 克里斯开心的大笑起来 却不成想 一颗子弹飞了过来 后台瞬间爆炸 几个翻滚下来 车子摔到了草丛里 忍着剧痛 克里斯爬了出来 枪声又响了 终于他的痛苦结束了 我都能体会克里斯的绝望了 为了毁尸灭迹 麦克一把大火烧了所有 扬长而去 这时本终于从昏厥中醒来 发现自己四肢都被钉在墙上 旁边的墙上还挂满了残破的尸体 对面的铁笼里 关着两只凶残的恶犬对着他狂吠 本忍着剧痛 活生生的抽离出钉子 终于逃出了屋子 他还搞不清楚状况 简单包扎了一下就跑出了营地 完全把那两妹子忘了 跑着跑着 一轮黑影缓缓地挡住了太阳 我查了一下 1999年2月16日 在澳大利亚确实发生了一起百年难遇的日环石 跑了一天 本还是体力不支倒了下去 幸运的是昏迷在马路边 被一对路过的小情侣看见 迈克获救了 但是尽管警察们经过大规模的搜索 仍然没有找到 利兹和克里斯的下落 本也被当成杀人犯 监禁了四个月 才被澄清释放 影片最后 迈克持江潇洒地走向远方 迈克不出 杀戮继续 本片完 从今天开始 我将会在影片结尾 现场回复一些朋友的评论 所以啊 如果有什么想问我的 那就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吧 素质三连后 么么哒 这是我解说的公路恐怖片 狼西一 下一部公路恐怖片 更精彩哦 拜拜